好 那這句話他在問你 這個物體第八秒的瞬間那個速度是多少 那你看清楚這題目給我們什麼圖形 他如果直接給我們VT圖的話 我們就看圖說話就直接看就知道答案了對不對 可是他給的現在是給什麼 給AT圖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 我們從AT圖的什麼面積 可以看出什麼 速度的變化量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如果我們今天有這個想法 水冷dataB就是AT圖的什麼面積 那特別提示同學 AT圖的面積為出來叫做速度的什麼變化量 請你特別注意這個三角形的含義喔 它不是末數 不一定是末數喔 知道嗎 除非你的速度等於0 那麼你的速度變化量才會等於末數 所以特別注意 凡事圖出來這個面積講的是速度的什麼變化量 看看你是往東邊增加多少還是往西邊增加多少 這是講變化量 OK嗎 好 那現在我們現在問的是什麼 他是問的是第八秒末對不對 好那你先在想喔 你看這個圖形有沒有發現 0到2秒他的速度都是增加在什麼喔 正方向對不對 可是過了兩秒鐘以後呢 這個加速變成什麼 變成加在負方向喔 是不是 變成負的囉 好那所以你這樣 我們先定一下喔 那看來這個八秒在大約在什麼地方 你這樣 譬如說8秒如果在這裡的話 那把它畫起來 你發現0到8秒 比如說你要算是這塊面積 對不對 這是往東邊增加的速度 這塊面積是什麼 是往西邊增加的速度 所以把這兩塊回出來之後 兩個給他怎麼樣 相加 一塊正的再加上塊負的 那看最後這個多少 就是我們的什麼 data v 可以喔 好那可是不要忘記了喔 他現在問的是最後的末數 所以他問的是八秒的速度 那所以你要怎麼想 什麼叫末數 把你原本的速度加上你什麼 等 b等 b0加at 那上那個at 就是我們現在回出來的什麼 面積 可以喔 初速度加上速度變化量 就是我們的末數嗎 這樣了解嗎 好那不是這樣 從這圖形裡面 我們回出來 面積可以知道這一下 可是不要忘記 題目告訴我們 這個東西的初速是不是0 不是 他是負式 所以你要用負式 就加上這塊面積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面積我們這樣好了 我們直接在這個上面算一下 你告訴我 來這塊有多少 16x2 所以這一塊 往東邊加的速度有多少 32 好可以嗎 再來換這塊喔 來那這塊的話是往西邊加 對不對 好所以告訴我 這塊面積圍出來 往西邊加的速度加了多少 這邊是8 這邊總共是多少 8-26 6 6再乘以-4 所以答案是負的什麼 24 代表什麼意思 這東西在運動過程中 前兩秒往東邊速度要加32 從2到8秒喔 西邊的速度要怎麼樣加24 這是往西邊加 所以一來一往 這個時候等於要負多少 32再加上負24 我們心算一下 答案就是8 對不對 這是我們講的8 OK齁 好 所以就把我們的初速-4 加上我們這塊 是我們的面積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8 好 32再加上負24 OK嗎 所以最後答案是怎麼樣 就是出來是正的喔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第8秒落 這個瞬間的速度 應該是往正方向叫做4 好 那這裡的話 直接回面積 用這個方法 初速加上這個 0到8的這個面積出來 不是8秒落的速度嗎 那其實也可以這樣 除了這樣算的方法之外呢 我順便再畫圖給同學開 我現在做個VT圖可以嗎 再畫個VT圖 就把它真正的這個 速度對鞋的關係把它做一下 好 第一個 這個計時開始 它的速度在哪裡 在-4 對不對 在 經過兩秒鐘之後 要加多少 他從-4出發 而且有沒有發現 這個做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 對不對 A是一個定值嗎 不等加速度嗎 所以從-4要再加上32 而且要畫什麼線 既然你是等加速運動 這個速度要增加的很均勻 很均勻的話 這個線不能彎 不能對不對 斜直線嘛 所以從-4要多少 來-4再加32 所以說28 那我這個沒有按照比例 這是適應圖而已 可以嗎 所以加32 所以來到了什麼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 這樣子可以嗎 然後到了這個8秒鐘 要怎麼樣 要往西邊加24 所以28再加上-24 所以到這個瞬間 我們要把它拉下來 8秒末這個瞬間 這個速度要多少 28再加上-24 還有4對不對 這個一樣沒有按照比例 就意思是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嗎 並且這段也是等加速 所以要畫什麼線 畫鞋子線 你會畫下來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我今天用做圖去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8秒末這個時候的 瞬間的速度多少 答案4 所以畫圖或結算 這個答案都可以 因此這個答案的話 我們就要選C